下一位将要出场的是二十二号选手刘晓贝 他将为我们带来的副舞台剧《睡美人》 掌声有请 伟蛋 你等着吧 我是不会让你轻易打扮的 我来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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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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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有什么节目 中个半天搞什么呢 就是啊 我还不下去吧 中个半天搞什么呢 那我就等着看杀利物的变成作品 我 我可不可以在比赛之前提一个要求 其他选手都是直接表演 你要提出特殊的要求 是想吸引我们的眼球吗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跟我一起来帮我一起表演的那位搭档 他忽然之间就不见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表演我之前准备好的节目 但是 但是我并不想放弃 因为从一开始到现在 我参加这个比赛 不单单是为了我个人的梦想 而是为了实现所有桃李村人的梦想 桃李村人有什么 我相信你的话 也相信你的表演 说吧 你需要什么 很简单 只要一点杀子 杀子 杀子 你再要什么感觉呀 杀子能做什么呀 在美丽的海边 有一个安静的小渔村 村里长满了桃花树 所以就叫做桃花村 村里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勤劳和善良 但是因为没有学校 村里的小孩子没有办法上学 这里的人必须要接受没有知识的秘密 不过就在十五年前的某一天 城里来了一位老师 他通过自己的努力 说服大家建立了一所小学 他挨家挨户地请求大家 把自己的孩子送来学校 孩子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学校 老师也获得了大家的喜爱 这位老师带来的不仅仅是这些 甚至他还带给孩子们一个关于音乐的梦想 老师弹了一首好钢琴 于是他开设了音乐课 组成了合唱团 孩子们天籁般的歌声 让桃花村的每一个人都感到非常的骄傲 学校也因此获得市里颁发的先进小学的奖励 就在大家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 六年前 有一个调皮的孩子去海边游泳 可是他忽然溺水了 老师为了救起这位孩子 他奋不顾身地跳了下去 孩子得救了 可是老师 却再也没有从海里出来过 而这位老师 他还有着一位十七岁的女儿 和刚出生的儿子 为了纪念这一位老师 桃花村把名字改成了桃李村 可是老师不在 小学的经济状况越来越不好 甚至连钢琴都卖掉还债 学校里面再也没有音乐老师 为学生们教授音乐课 但是合唱团依然存在 并且一代代的传承下来 孩子们每个礼拜都会在村里的桃花树下合唱 他们正在用自己美丽的歌声告诉大家 他们和所有的孩子一样 他们有资格拥有音乐的梦想 有一个人告诉我 沙莉不会拥有梦想 因为她的渺小会让所有的一切变得脆弱 没错 她说的是事实 可是 我想用我今天的表演来告诉她 巨沙成塔 沙莉也可以有梦想 并且她的梦想 会来得更加真实 更加绚烂 沙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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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 Cor 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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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舞